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大院是两棵骨怀 一棵羊怀 几十年了 大家每天从门口出来进去 熟视无睹 就是一棵树 但是协数就看到了 这个树现在树定是多少年了 什么树中的 但是我说不知道 说不上来 结果说是原莫名出的 到现在六百多年了 徐书记就做了个工作部署 就把这个骨怀围起围栏 写一个名牌 让文物保管所 把所有的古城的骨怀 都进行了登记造册 这半件以上的 四十多颗 最长的是一千四 我说他们这个 这么年轻一个书记 人他来了以后 马上就发生这个事呢 1982年的春天 未满二十九岁的习近平 来到河北镇定县 对历史很感兴趣的习近平 一到镇定 就被当地的古建筑群 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吸引 他熟读县制史料 走街串巷 勘查古迹 这些承载着历史的文物 在习近平心中的分量很重 咱们正定古城的建成史 有一千六百多年了 这些古塔啊 都是咱们正定的宝贝 也都是国宝级的文物 保存的这么好 是习主席在咱们正定的时候 奠定的基础 熙来攘往的人群 也许并不知道这里曾经的模样 像周边的这些台啊 虽然也能看见 但是都比较荒凉 当时人们心目中没有那种概念 就是说这个文物保护化干 好多人把这个城墙砖弄了 垒这个鸡窝 垒猪卷 还有这个把过去古代名人的杯壳 随便往街里扔 总书记看到一件 就得马上指示 这个得不能这么弄 这是宝贝 是咱们正定的宝贝 习近平说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 传承历史文化 维系民族精神 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83年他到文保所 到龙兴寺检查指导工作 平常非常亲密 非常和蔼的那么一个领导 但是在看到那个圣主本命 长征柱岩碑 在一个角落里边 卫生条件非常不好 就非常生气 非常严厉地 对当时的所领导尽情地批评 原代著名的书画家赵孟甫 为正定曾经写过三块碑 这是唯一幸存者 所以他的书法价值 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 是很重要的 习书记就认为碑的保护这种环境 对碑的本身它是有寝食的 大佛寺是他经常去的地方 没事的话早上起来都转转 他对里头的字都有研究 这个是谁写的 哪个谁写的 他说程县长 咱们这个县里的文物很多 可是你管理的不好 也不重视这事 咱们这个正定是文化骨献 应该发扬这个文化 看到正定多处国家级文物年久失修 习近平很痛心 他说我们保管不好就是罪人 就会愧对后人 他年纪不大 但是他读的书多 年纪不大他经历的事情多 年纪不大他思考的问题多 习书记在正定主持工作这个阶段 筹集社会资金是172万 有一部分用于这个 龙兴寺的文物古籍的建筑保护 天王殿 弥陀殿 戒坛 还有康天碑亭都进行了有势彩化 在习近平的努力下 正定古迹在市井深处重放异彩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 改革开放一时 是经济开发还是保护古迹 在习近平看来 这不是一道单选题 他爹来了以后 经济文物文化都同时抓 制度啊办法啊责任啊 都都意义落实 他阻止文化教育文保所 古建筹了二十几个人 对全县的文物革命遗迹 进行了一次拉网式的普查 82年呢 它就是重新进行普查 物保护单位 立一个保护标志 起到一个从标识上更明确 也提高这么这个保护的意识 正顶是个历史文化古城 不仅要有文物 要有植物 还要把它记录下来 他就是说一个县要发展 一个市要发展 一个国家要发展 你没有这些历史的东西 方摸着头硬干 这是不行的 咱们都把整理了 写一本书 你就要正顶古今 对正顶念念不忘的年轻书记 三十年后成为了世界第一大政党的总书记 当选不久 他再次回到从政起步的地方 郑定 随后他对郑定古城保护做出批示 切实保护好其历史文化价值 一带到政经看一看 看一看九楼四塔八达四 还有二十四座金牌坊 历史是一座城市的谷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魂 在这里不缺乏历史之谷 也不缺文化之魂 在这么个小小的九平方公里面积之内 有十处国保 十年来 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存 是习近平总书记 给地方执政者出的考题之一 四十多年前 他也把这道题出给了自己 郑定古城就是他的答卷 像我们这一代人 从小看着这个 你现在有这些东西 那格外的亲切 这样就让一个城市它有了记忆 找到跟找到家 很幸福很难穿 这就是精神医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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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是洗手帽 必须去洗手帽